继续来关心国军染疫风暴 持续扩大 陆军官兵当初协助了 磐石舰队上的再送任务 现在两个人出现了腹泻的症状 因为有高风险接触史 所以一官是强力建议他们 必须要立刻来实施裁剑 却没有立即获得重视 虽然事后的确还是有裁剑 结果是阴性 但是这两名官兵 还是必须要居家自主健康管理14天 指挥中心也强调 已经跟国防部共同成立了防疫小组 加强教育训练还有通报SOP 军车进出港口 当初去支援 再送磐石舰下船官兵任务的陆军 现在却传出出现症状 让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三位官兵 18号支援磐石舰官兵运送任务 全程穿着防护衣 佩戴N95口罩全副武装 但其中两人却在五天后开始腹泻 裁剪结果一彩阴性 以防万一军方还是让他们先居家自主管理14天 就怕染疫风暴从海军烧到陆军 当时官兵出现症状后 一官强烈建议应该对他们裁剪 医务所主任却只是继续观察 让医官很无奈 颇望自证清白 强调不想对不起自己的医师执照 两位官兵在当天就医后并裁剪送宴 结果均为阴性 后续将继续居家自主健康管理14天 接触过磐石舰官兵后 陆军官兵也出现症状 虽然医彩结果为阴性 但军中群体生活 群聚风险更高 至于跟国防部这边 我们现在大概也成立了一个小组 军方高度重视 已经看指挥中心成立防疫小组 全力防堵疫情扩散 谢谢台北高雄综合报导